全国的投资表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全台湾最喜欢用涨停板写日记节目 我是Devi 来节目开始之前呢 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观念 台北股市现在是12月份 已经过到12月中了 所以外资已经明显的开始出现 休假的状态 指数的横向整理是正常的 不过呢Devi今天帮你准备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是Devi的老朋友 你一定听过 而且你赚过一大段 Devi常讲啊 我说投资啊 总有人先知道 我们不见得会是第一个知道的那个人 但我们要远比市场了解的更透彻 你会赚大钱 好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正式开始 刚跟大家聊那么多啊 其实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外资的报告啊 如何帮助我们轻松赚大钱 上一回呀 没有很久前 今天是12月14号 上一回是在10月的28日 如果没 Devi没记错的话 那天我的节目上 我讲了 南电 欣欣 景硕 这三档股票 那Devi怎么样方法跟你呈现呢 来全国所有投资好朋友们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初你买的有多便宜 请看我的电脑 今天就来跟你聊这件事 时间回到了今天 一样是YouTube Devi2020年10月28日 我说我的标题 外资的报告神鬼迷行 ABF载版 我讲的就是欣欣 南电跟景硕 你看南电 刚刚是欣欣 对不对 南电 你看 Devi报告写什么 外资报告的神鬼迷行 记不记得Devi跟你讲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外资10月27出报告 10月28号 这些股票全部跌停 你看 10月27外资出报告 而且好巧不巧 这家外资证券商 大家应该很熟悉 叫李慧宏 记不记得 立昂 那双坎降频 降频 而且靠滑鼠 从买进便卖出到减码 有没有 新兴南电 好故事来了 时间不会骗人 什么叫时间不会骗人 来全国好朋友们 刚刚的日期是10月27 外资做报告 10月28号 Devi在这个节目上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外资报告很有趣啊 可以汇我良多 什么意思 明明南电新兴外资看不好 为什么Devi说会汇我良多 我说那是买点 来 各位朋友们 您记不记得 你年10月28号 跟Devi老师南电 买多少钱 109 110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来全国观众朋友们 请看我的电脑 这份报告 10月27出的 Devi10月28号 录这个节目 10月28号 我摆明的跟你讲 南电新兴紧缩 南电马上就可以买 紧缩也是 那新兴因为跌停板 所以晚一点点再买 当天下午 来镜头还我 我说这是 谁搞不好都过衰 3037新兴 10月28号下午 我录完这个节目 挥修楚 记不记得 好 我们来看股价怎么走 看我电脑 很好玩 来我们来看一下 3037的新兴 为什么Devi今天跟你讲这个故事 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故事 跟你手上的股票有关系 新兴 最低点 你看这一天 10月28号跌停 对不对 然后12月29号 灰朽楚之后的隔天又跌停 然后才拉起来 好 你看8046 南电 10月27 28号在这里 有没有 Devi节目上讲完了隔天出现最低点 你跟我去买是买110元附近 最低105我也没买最低点 现在的8046南电 185块 当时10月29号的南电 110元附近 来观众朋友 故事聊到这里 你觉得你的新兴南电可以赚多少钱 你的景硕可以因为这样赚多少钱 光是一档南电就从110块涨到180几块 最高19几 你就算没有全部爆满 你起码赚三十五十块吧 看这节目就有 免费的 免费的 所以全国投资朋友们 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我说如果我们没办法 得到一些产业面最低手的消息 有时候啊 我们去看看外资的报告到底写什么 他透露了什么 这搞不好 会是一个波段的转折点 为什么David这样讲 来观众朋友们 你在看David的电脑 外资8月12号出的报告 告诉你南电目标要叫250 新兴155 变波段高点 10月7号又出报告 所以说看坏 ABF宅板 看坏哦 变波段低点 看好的 变波段最高点 看坏的 你看看 当时 有没有 南电星包天价 南电充10年高 你这个10年点出报告 变外资波段 这个股票波段高点 然后呢 看坏 减码南电星变波段最低点 摆明你跟外资对作在赚钱 好 那故事聊到这里 刚刚是过去式 往事已以来者可追 啊过去就过去 也不会负借啊 对不对 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们来聊现在进行事 台北股市 这个周末外资有出报告 而且导致礼拜五 有一档股票中错 来观众朋友们请看我的字卡 等于今天就跟你讲这个就好 上星期五 这个新闻是星期六来出来的 上星期五外资出报告 这家公司 这跟南电星星是同一家 刚刚南电星星那一段文章是同一家 看坏台积电 短空长多 因为短线的库存太多 iPhone上游 哎呀备货太多了 导致砍单 对不对 然后再来哦 五奈米 我觉得这句很很重要 观众朋友们自己看哦 第一季台积电 五奈米产能降到八成 要求哦 啊不是产能满载吗 啊怎么只剩八成 第二季降到八成以下 哎观众朋友们 这个很严重哎 Db解释给你听哦 我们一直都觉得 哇半导体现在非常的火热 台积电不就是100%吗 啊怎么 突然这个外资出报告说 Db先讲哦 刚刚那个外资报告 你去看那个写外 这篇报告是非常非常 超有名的分析室哦 超有名的哦 你看他写完这篇报告 哎呦 礼拜五台积电重挫 今天台积电继续跌 礼拜五台积电 相关的供应链 像3374的精彩跌停 今天又大跌 这绝对跟这些报告 有密切的关联性 来观众朋友们 请看电脑 我们来看股价比较快 直接看台积电2330 台积电上周五 我们看到 弄一支这些虹哦 有没有上周五 这一根这么大根哦 就是那报告 所以上周五 其实盘中就有人知道 先砍了 哎呦 尾盘拉得起来 今天再跌 好那David问你哦 David问你哦 刚刚David讲那么大一串 我说你我们要把报告看完哦 你才会觉得有趣哦 南电星星看好的时候 竟然是波段高点 南电星星看坏的时候竟然是波段低点 为什么 来观众朋友们 再看一下我刚刚的字卡 李洋证券认为 明年台积电第一季不好 第二季更烂 但是目标价 600 我再两次哦 这一张证券看坏台积电第一季无奈米产能降到八成 第二季到八成以下 才能利用率哦 换来哦 但他重申买进目标价600 你有没有瞬间有一种 正效尾的感觉 来全国好朋友们 不要翻桌子哦 你有没有瞬间觉得装效尾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看完之后我第一个就觉得你正效尾 你说你明年第一季第二季不好 我现在目标在600 台积电来观众朋友请看我的电脑 台积电现在500块 你告诉我你看了600 但明年三百年不好 那换言之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这报告出来之后 我把台积电砍完之后回台湾买了哦 还是你出完这篇报告之后 人家把台积电砍了你买了 这是David常常讲的 什么叫外资的惠我良多 他的报告的标题跟内文 8月12已经一次了 10月27又一次 标题跟内文完全是两码石 结果你认真看的人你赚很多 台积电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呢 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这两天一直有课问我 老师精彩跌停 今天有大地有要紧吗 我说除非你真的看坏台积电 除非你真的完全看坏 半导体产业 不然 按照刚刚跟你聊的推论的过程 上一回的南电新兴紧述 是非常好的买点 南宝这一次的半导体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也会是一个极佳的买点 给人做分享 好紧接着来再看我刚刚的字卡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资都看不好 也有人看好的 说如果台积电现在有库存风险 基本上这个产能会被其他家吃下来 那究竟谁对谁错 我们慢慢聊慢慢看 但最重要的 David跟他分享台北股市啊 时间到这礼拜啊 会有非常非常好的买点 那原因无他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观念 好来观众朋友们 如果台北股市12月的下半旬 想多知道一点的 来我直接秀给你看看我的电脑 如果你对台北股市12月的下半旬 老师是为了往上 还是看很多人 老师有人看空 来很简单的 我们不要想太多 不要复杂 台积电这一根的长下线 对不对 把这个下源拉出来 拉一个横线 跟台积电前一波的高点 的横线 台北股市呢 这加权指数就像台积电一样 会变成一个横盘区间 这个低点跟这个高点之间 好我们再来看 直接看加权指数 12月的下半旬 你基本上涨这样子 有没有台积电也是涨这样 加权指数是涨 他们两个现在是一致的 这一格的高点 跟礼拜五下影线 所以你可以抓台北股市的波段 这一波的下 这个整个整理区间的下源 约谋是14100点附近 然后高点的短线不容易过高 然后再配合 现在12月台北股市今天没量了 我直接秀给大家看 台北股市还没收盘 但成交量只剩2500不到 所以全国投资朋友们 当你面临了12月外资在下旬 12月中之后 外资已经放大价了 这12月下旬的这种状况 你该留意的是 当我的加权指数来到了整理区间的下源 刚上述那些近期有被扫到的股票 回档的股票 你要留意买点 那至于那个 没有跌直接上去就不用看了 他你早就该买了 因为有些族群就是这样 就像David上礼拜提醒你 我说有些高大上 他是中低价的 其实真的没太多低点 礼拜五是买点 今天有的已经买不太到了 所以提供给全国好朋友们 如果你对David刚刚讲的这些故事 你真的有兴趣的 我觉得统计的研究就是这样 你一次两次 你都把它记录下来 你都把它记录下来 诶 到底这外资到底在讲什么 明明看坏 明明要涨大涨 看好反而大跌 这次呢 会不会是这样 我说人家看不好台积电 跟你讲目标价600 我如果看好台积电 目标价不是1000了 懂我意思吗 今天人家跟你说外资 哎呀看坏台积电 目标价喊600 这不是很有趣吗 好啦 剩下不多说 给各位好朋友们 仔细思量思量 这很有趣 当然David已经先打的答案 以外资的习惯的做法 台积电上周五那个长下影线 以及它相关的概念股 敢买的 你会赚大钱 好啦 剩下不多说 希望你们喜欢David的节目 那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 咱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104年金管投股新资地009号 兄弟儿 吃 好了 就吃